画面中这名巴西37岁女子和两名孩子搭乘儿童云霄飞车 不料下一秒竟发生意外 原本还拿着手机开心录影 一个高速转弯她竟被甩了出去 直接消失在座位上 这名妈妈肋骨骨折头部受伤 经过治疗她已记不清发生经过 只知道自己被甩了出去 事后她也指出安全弹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才让她在过弯时被甩飞 但儿童游乐设施为何能轻易将人抛出去也引发质疑 各地游乐园云霄飞车意外层出不穷 不是因设施脱轨就是因安全带松脱 再加上云霄飞车速度过快 要将人甩飞根本轻而易举 专家就呼吁这类高速设施 每日都要做安全检验 老旧的设施更要多加留意 这回意外也被怀疑是营乐园检修不利 才导致事故发生 目前相关单位也将配合调查 要厘清准体经过不让悲剧重演 三零新闻权权报道 三零新闻权报道